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其实这种做法跟过去很多疫苗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在疫情这么紧急的时候时间压力那么大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般的疫苗研发过程就是不知道多少年 然后要实验到最后稳定可以拿到市面上来真的给人用 时间长的不得了要人体实验三期 搞不好几十年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mRNA的疫苗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压力 因为疫情这么严重不能给你什么几十年 十年时间都嫌多了 所以真的是在短时间里面 就等于说研发出来然后端出来 这个技术对于我们医学界会有什么冲击跟影响没有 他们这三位以前的疫苗的发展有时候数十年四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所以有时候还发展不出来 天花疫苗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要快 那他们的突破跟创新 最主要是疫苗能够很快的生产的关键 因为你要做以前的疫苗 要批负实验室 然后要花很多钱 然后做品质管理 然后等等 花很多那个 但是他就 这个方法是 拿我们身体自己的工厂 你只要把mRNA送进去 我们身体啊 自己身体就会去生产 就会大量反应 所以那个东西你只要前面把它做好 那就可以去达成 所以他完全 彻底改变的疫苗血 也是蛋白质疗法的典范的移转 所以也先告了 RNA治疗的医学的新时代的来临 对 因为以前的方法就是 开发的时间要很久 然后你制造的经费啊 要很高 对 技术要很高 对 那 所以 因为刚刚讲的工厂 所以他大量生产 所以这一次你看 全世界的疫苗 需要量都大 对啊 他可以很快 打出来了 可以来做这样的 的事情 了解 对 好 那个 我们疫苗啊 就聊到这边 有兴趣的网友 在网路上面多搜寻一下 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 我们这边 就给你 呃 等于说 给一个开胃菜 让你们觉得 这个东西是你感兴趣的 顺便提一下 其实不是只有 这个疫苗COVID的问题 是哦 因为他 把那个个人精准化癌症疫苗 其实VNT本来 跟MADANA VNT本来他其实是在做癌症的 哦 所以他已经研究用 mRNA做癌症 那这一次 就决定 来做这个东西 所以才很快 可以去移转 哦 所以 一个战场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就是 个人精准的 癌症的疫苗 了解 像咖啡啦 哦 那些都是 像最红的 然后这个 流行性感冒 呼吸道综合 芝卡 新冠 这些病毒疫苗 过敏病 蛋白质替代疗法 很多东西 等于是这个门打开了 打开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就知道他们的贡献是多大 了解了解 不只是现在 COVID-19 这个疫情 是整个 我们现在 医学领域里面 在往精准医疗 这条路上走 刚刚你讲的很多 这些 Cartia等等 这些 其实各位可能回忆一下 在欧巴马时代 欧巴马就讲说 精准医疗时代已经到来 是 等等 那个 给我们对于 未来医疗有很多憧憬 那这个背后的技术 我听起来就是说 mRNA 他们这次的贡献 也是促成 精准医疗 可以快速 自己进步的一个 对 对 时间大幅收 对 好